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团队设论项目 我们上一节课讲了一个团购团购列表的一个展示 今天我们再看一下团购详情页的一个展示 这里的详情页跟我们前面讲的一个商家详情页有点类似 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原型图 我们看一下团购详情页的一个样子 这里边我们可以大概分析一下 跟我们的一个商家详情页类似也有一个分享 这边是一个表头 或者我们把这一部分都放在表头 还可以把这一部分整体这一部分都放在表头 因为它没有一个分组 这里看一下 这是一张图 这是一个表尾 这样我们就大概分析了一下 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框架的搭建了 首先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商户 DTNV这一层 因为有一些共用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对代码不断的进行一个重构 这里面我们可以写一个写一个FS 写一个FS 这里面叫FS DTable 这里面叫一个detail detail widget 这就是我们详情页的一个积累 我们把公共的五公共的部分 看他们都有一个表头 所以把公共的部分写在写在我们这里面 积累 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图 一个大图的一个展示 放在积累里 避免我们写重复的一个代码 看还有什么要改的呢 这里边呢 他也有一个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当做一个Title 或者一个标题 然后就没有看还有没有公用的部分 基本上没有了 然后我们这里边的一个继承呢 就从我们的积累 大体体详情页的积累来继承 这里边的一个info 其实我们可以这里可以先这么写着 可以把它放在可以统一到积累里 我们可以先这么放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欧阳设置表 这些都是公用的一个部分 还有这一部分 这里边我们写一个积累 设置表头的一个地方 这个我们可以默认空着 这个我们可以默认空着 Sight navigation bar呢 这里边就没有了 像这种收藏的话 其实我们这里边还没有收藏 我们就可以这里有一个收藏 我们可以把这收藏的这一部分公物代码呢 也加在这里 像这里就不是这样 我们就必须把这个info来进行写在这里了 这个info呢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 我们可以可以再写一下 叫我们的一个base info 然后base info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json json写在我们这个里面 好 那这里边也就有一个json了 然后我们这里边的一个 设置一下 我们要保存的这个json字幕图 收藏的时候保存的一个json字幕图 然后把这个公共的部分 db写在这里 dbmanage 看一下 这样我们这里边就不是一个商户的一个id了 我们还可以定一个函数 getfioritid 这个呢 就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进行一个返回 在这里呢 它其实就是返回的一个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商户的一个id 下表 fioritid 这样 我们这个收藏就其实就在机内里面进行完成了 这个info 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边有一些自定义的 我们这里边还可以定义一个 那叫 看一下啊 商户阴方 这里进行一个强制转换 商户info行cf的info 好 我们这个info呢 商户info 这里这个info就直接用它了 写上我们的info 好 这样我们就 这里面就是cf 好 这样就完成了 进行一下编译 那我们这里边加 再加一个dta dta 我们的团购 同样的 整理一下我们的代码 实现一下我们要实现的几个函数 全够detail 其实跟我们这里一样 团购 好的 加一下我们的一个详情页 这里边我们就不用分组了 把它改成play 然后这是heider 这个heider呢 其实看一下我们这里边呢 这里边我们可以照着它进行一个布置了 我们先把这里边的东西都删掉 可以先进行一个 这里别忘了我们进行一个所有者进行一个更改 好先运行一下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首先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其实这里的分享啊也是我们共用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把它写写在我们的积累里 包括这个函数 我们把它先移过来 包括我们这里边的一个设置 然后呢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get分享的一个body呢 每个里边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里啊 都要实现一个自己的类理 实现自己的一个分享body 给它一个默认实现在积累里面 好 我们再把投文件 投文件 投文件基本上有了 看我们的分享代码 那这就我们分享 然后在这里呢 进行一个 分享的一个body 看它分享的时候是哪些内容 要显示哪些字段 我们这里边呢 其实可以定一个 这些我可以 我们可以就义这个 或者是再换一种风格 下方 叫一个团购 一个 好 好 这里边 还有一个的 内容 还有一个address address 这个address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我们可以把它或者要它 我们看它有没有一个url 我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接口文件 它有一个 啊 detail detail h5u l 把它也加一下 在我们实体解析的时候 好 h5u 来了 这里边就可以写我们的一个 这里边就可以写我们的一个 h5u 这几个我们还可以定一把去掉 把我们的这个风格也变一下 团购 看到什么希望和你分享它的网址 网址我们只先列出网址了 好 这里面就完成了 这是分享的写在我们积累里 其实我们这里边公共的部分都在积累 然后需要各自定义的 我们就在各自的子类里边去进行一个实现 这里边我们还没有进行一个调用 看这里边 这是商户 商户点击detail的时候呢 它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调用的 同样我们在我们团购里边 这里边我们也加上我们的一个团购的detail 这里边加上我们的一个团购 团购 这里边看一下我们的beauty商家信息 这里边就是叫做个团购 团购 团购枪情 好了 练一下 点击 这里边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我们这里边没有处理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加载的时候 就不要去跟网络有操作了 因为我们本地已经有这个数据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 你看 那插队 那个击乱 这个击乱 只为空 就可以了 看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把这个页面分享 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一个代码 其实就有了分享的功能 看这里边就有了 这是一个发送邮件 这是我刚才分享的一个内容 把它取消掉 然后就销毁了 其实我们公用的代码写在积累子类里边 看我们这里边子类没有很少的代码 只有很少代码就实现了我们大部分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下面要做的就是把这一部分加上 我们这个的高度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sale detail这里边的一个高度进行一个扩大一点 我们就可以往上添加我们的内容了 image video 这是一个图片 看一下它的高度 336就是除以2 先设成 120 或者是 400 160 好 这么高度的一个图片 进行一个关联 哦 它这里面有一个 啊 photo 做为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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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Title View, Detail View,然后Title Label 设成两行 Title Label,然后下面呢 我们还可以把价格写在这里 大家根据这个界面原型呢 可以再去细化一下这个 细化一下这个界面 这是一个 当前的一个价格 这里边还有一个价格 然后我们看一个截止日期和收藏 我们这里面加一个收藏 接着日期大家可以把这个日期再结下上 图片呢 这个图片这里边有一个图片 我没有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界面 加一些这个框框 我们就我就不加了 边边框框或者是这个图 大家可以把它图找到 然后我去实现一个这个功能 这里边有一个 neast price neast price neast price 还有一个current 顺着head的时候 我的一个photo 这里图片 我就简单的把它设置上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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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save gettungg gettungg email 标志 然后是一个价格 还有一个圆 EastPrice 还有一个 CYetCurrentPrice 好,这样我们就简单的设置完成了 然后我们做一下界面 跟界面的空间做一下关联 这是一个Price 第四PriceLabel 然后还有一个Current 收藏 收藏的话我们有一个 时间的出几度FailRate 好,现在就可以添加上 编印的时候 一会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这是一个图片 然后这是一个描述 当前价格 还有一个收藏按钮 点击一个收藏 因为我们收藏没有写它具体的实现 FailRate 这里边我们有一个收藏 要保存的一个信息 其实这里呢 如果是FailRate商户 这是商户的一个收藏 在这里可以写一下 这是一个商户 商户 保存商户的一个收藏列表 好 这边是关于收藏具体实现的一个函数 然后在子雷里面呢 这里边我们还可以加上 这是商户 商户的一个 我们还可以把团购的加上 这里边大家可以去自己试试 其实就是把它拷贝过来 很简单 我们可以写一下收藏团购 然后在FailRate团购 然后其实实现呢 跟这里一样 其实我们把这个id 这里边的这个id 进行一个更改就可以了 看 看 看看 那我们先实现 txtsale 团购ID 这个表就叫团购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存 然后获取我就先不实现了 大家可以去自己实现一下 这要入一次团购 好,加一下 这里还是有,然后点一下 它这里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没有调到我们团购团购里边来 我们可以设一个端点 这里边可能根据我们的,这里边有一个ID 这个ID呢 看一下叫团购的一个ID 这里边呢就是商户 这里面可以写一个团购 看 其实就是已经收藏了 我们可以再说一下 我们再收藏一篇 再收藏 然后我们说一个论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DB的文件 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把它打开 大家可以去再去试一下 再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团购乡情页呢 其实跟我们这里一样 分享 分享我们把它写到G类 这样我们在子类里边写很少的代码就实现了 然后这里边有一张图 然后这是标题 我们可以在课下去实现一下 加一些框框 或者是用一个线来表示 这里边是利益抢购 然后还可以加一个阶制日期收藏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里边这是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表委 好 刀购的详细页我们就讲完了 大家呢根据这个界面呢 进行一个 其实基本功能我们都完成了 再进行一个美化就可以了 好 今天个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